最及时专题1 最新病情 郭宗坤心脏病进加护病房本人苏醒回应了。 郭宗坤去年曾因心脏病发晕倒,在鬼门关前走一遭,今传出病情恶化。 刻意柔和郭宗坤前年闹婚变,去年开始打离婚官司。 前妾传出国宗坤又因心脏病腹发送急诊,目前正住院观察,她接受苹果,访问时证实,人正在医院,因为我最近排泪没注意身体,医生诊断我心是有血块,肝功能也有问题,目前正等医生报告出来,在评估是否要开刀。 她还透露上未告知刻意柔与孩子们,因为怕他们担心。 但今传出,原本乐观认为可以不消极日就可出院的郭宗坤,今却传出病情恶化,心室中的血块掉落,正在体中血管某处游走掉出心室,目前已转送加护病房观察。 苹果 至于何时刻转普通病房?她表示暂时还不知道。 郭好友证实,郭宗坤传讯给她说要进加护病房,接下来就连记不上了。 她也提及,郭宗坤日前曾提到心脏的状况,有说到若血块掉落,跑到脑部,即可能引起中风,而心脏病住院后,尚没见到刻意柔与小孩们。 记者致电刻意柔,刻意柔表示,也是看到新闻才知道状况,目前正联络过的家人和朋友了解中。 。 等等。 明天赐篮 。 。